車輛車輛 車輛車輛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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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Karlink煉車網 我是昆辰 今天要幫大家試駕的這部車 是一部電動車 而且是一部中大型的四門房車 就是現代的Ioniq 6 在2021年上市的Ioniq 5 雖然不是集團的第一部電動車 但是這部Ioniq 5 卻是成功的 將現代車廠的集團 成功的擺脫了廉價品牌的形象 同時在面對股價持續上漲的現代汽車廠 我覺得Ioniq 5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 而在Ioniq 5在市場上獲得相當成功之後 現代車廠當然也緊接著推出它的第二部產品 就是Ioniq 6 這部中大型的四門房車 其實這也是傳統車廠 他們在電動車領域 推出產品的一個節奏 先休旅車再來是房車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這部Ioniq 6 這部中大型房車 它的實力 它的魅力 是不是能夠再繼續趁勝追擊 我們今天看到Ioniq 6 它有一個非常流線型的造型設計 它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one curve 一個曲線 來當整個設計的主軸 最重要最重要它的前提是什麼 要來創造出一個非常有空氣力學的整個造型設計 那麼為什麼要這麼講究空氣力學設計呢 一個好的空氣力學設計呢 相對的它就會有更出色的一個節能表現 我們知道電動車現在目前大家最在乎還是它的續航里程 你要行程的夠久 續航里程距離夠遠 那當然你的電池盡可能要越大越好 但是大家想想看 你的電池越大的話 整個車重就會越重 車重越重的話 相對又會影響到你的節能表現 所以呢 Ioniq 6它就從自身做起 將自己的生產維持得非常苗條 非常流線 來降低風阻 這樣呢來極大化它的續航里程 那麼大家可能會問 那Ioniq 5為什麼沒有特別講究空氣力學 其實差別就在於它整個車型的一個類別設定 Ioniq 5是一部休旅車 它的車身比較高 比較有方向的造型 這個這樣的一個休旅車 你就很難去做到空氣力學的一個極致 那這部Ioniq 6這部房車就完全不一樣 房車車高變低了 那它可以要求比較有一個流線的一個造型設計出來 所以呢 設計師就可以盡情的去發揮 就可以達到出色的一個空力設計的一個效果 所以呢 為了要獲得出色的一個空氣力學設計呢 它的造型 所有的造型 一切以空氣力學為主軸 我們來看一下車頭的下氣棒 它有一個主動進氣的調節 左右兩邊呢 也有一個進氣的一個導流設計 這些呢 都是為了要營造出出色的空氣力學而做的一個設計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車側 車側你看它有一個非常流線的一個車頂線條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你看它採用短車頭 還有長車尾這樣的一個比例設計 這以往在四門房車是比較少見到的 這個可以創造出它非常獨特 而且比較未來概念化的一個造型 那你說好不好看當然是見仁見智啊 只是我覺得它也很像什麼 它很像 Mercise-Benz它的EQE 它那個中大型房車也是一個 類似像一個one curve這樣的一個設計 大家都要強調的是 就是它的風阻係數的優異表現 接著往下看 你看相當平整的一個門把手 以及我們剛才講說車頭呢 它的廠灰也是非常的平整化設計 這些當然就是為了要 營造低風阻的一個設計 接著來看一下這個鋁圈的設計 這個是大有學問在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除了有一個非常低風阻的一個造型設計外 你看它跟胎面 跟整個前葉子板 它形成了一個非常平整的表面 它可以從前面的進氣導流進來之後 讓氣流可以很快速的通過這個平整的一個表面 很快的就流過去 這個呢就是降低風阻 很關鍵的一個設計要素 一大片的鞋背式設計呢 我想這就是IONIQ-6 這個房車在車尾上的一個標誌性的一個設計 然後你看這個上面這層的大型導流尾翼 以及中間這層的小壓尾呢 這些呢都是空氣力學的一個設計 那你看你看這個貫穿式的LED尾燈 以及你看IONIQ-6這個車型名牌呢 我覺得它呈現的非常的立體化 而且呢很有質感 黑底白質 再來呢下寶桿 你看下寶桿 它有一些細節設計在的 採用2tone的一個設計 以及你看它直條的一個2tone設計 我覺得這些都是車尾設計上的一些細節 從IONIQ-5開始呢 這種方格狀的參數化數位設計呢 就成為整個IONIQ這個電動品牌的一個設計DNA 而在IONIQ-6呢 又更加的把它發揚光大 把它完全的融合在一些小細節的設計上 所以你看喔 車頭下氣壩這邊呢 它最底下有一排ZENTER ZENTER最底下有一排呢 這種Pixel的一個像素設計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頭燈 我覺得現在頭燈的設計呢 除了是各大車廠呢 它除了是在科技上的一個競爭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在裡面的整個細節啦 美學的設計上呢 也是各家車廠較量的一個 相當重要的一個重點 IONIQ-6呢 除了全車配備的這種智慧型的動態 頭燈照明系統以外呢 我覺得它在整個造型跟美學的設計上很精彩 除了我們看你看它有日行燈 還有中間這一排投射反應的 還有上面這一排它全部都用什麼 用它的Pixel這種像素化的一個設計 整個設計的呢非常高科技 而且呢我覺得很漂亮 側側的後照鏡的方向燈 以及呢這個車門把手 你都還是也可以看得到這種 Pixel這種像素化的一個設計 接著往下看喔 你看後包桿左右兩側的 它有一整排之列的這種 倒車燈跟霧燈的一個設計 它也是採用Pixel Light的一個設計 現在呢我們進到Ioni6的車艙裡面來 我覺得Ioni6的車艙呢 不但注重簡約的一個設計以外呢 在這一次的用料在材質上 它也相當注重環保 比如說你看我們從車頂棚 到整個儀表中控台的總層 然後再來整個儀標台 然後可能車門 飾板以及呢 我們做這個皮革座椅的染計 一直到車室的一個地毯 它全部採用這種 永續材料的一個環保材質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我很心臟 再來 它雖然用了大量用的一個環保材質 但是我覺得它整個在 開關的一個設備上 整個模具啦 還有組裝品質 還是非常的flap 很堅固 這一點也相當的難得 在車艙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這種Pixel 所謂這種像素設計呢 也是充滿整個車艙的一些細節 首先我們看這個方向盤 正中央 它有四個點點 四個Pixel像素的一個設計 而且這一次呢 這個Pixel 以往呢 你看Ionic 5 它只是有四個點 但是它是死的固定的 這次在Ionic 6上呢 它這四個點是可以跟你互動的 它會用燈光來顯示 當我們駕駛模式 選擇Normal的時候 它是藍燈 你選擇Eco模式的時候 它會變成綠燈 那你選擇Sport模式的時候 當然就會變成紅燈 Snow模式下來 它就是白燈來顯示 那你在充電的時候 它這個會用綠色燈號來顯示 而且會一個一個來顯示 當四個滿了 表示已經充滿電了 在冷氣出風口旁邊呢 這邊也有上下兩排 也是這種Pixel 這種數位像素的一個設計 然後再來你看這個 Qi無線充電座也是一樣 它會有上下兩排的 這種Pixel 是這種數位像素的一個設計 車式氛圍燈的營造呢 也是這次Ioniq 6 這部房車的一大亮點 它除了有64色的一個氛圍燈 可以選擇以外呢 最重要的我覺得它這次呢 藉由門板 門飾板這邊 你看上面這層有漸層的效果 然後下面這層呢 是透明的一個飾板 它藉由光 然後藉由這個透明的飾板 這樣散發出來 然後加上上下兩種 可以用不同的顏色去呈現 所以你坐在車艙裡面呢 你會覺得你有一種被這種 整個氛圍燈包圍的感覺 而且呢 會讓你有一種沉浸式的這種體驗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車式氛圍燈的這種體驗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樣 非常的有質感 而且呢 我覺得它在整個的一個 車式氛圍燈的營造上呢 確實跟一般其他車廠 有不一樣的一個表現手法 兩個12.3吋的數位螢幕呢 它用一個鋁質的一個窗框 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質感的 再我們看一下這個 12.3吋的中央觸控螢幕呢 我覺得它整個選單的編排的布局 非常符合邏輯 而且呢 它整個螢幕的解析度也很高 而且呢 操作反應也非常的迅速 唯一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還沒有中文化 這點我覺得南洋氣車呢 可能要稍微跟原廠努力一下 溝通一下 我覺得中文化呢 畢竟是對消費者呢 比較友善 雙區恆溫空調呢 採用觸控式的一個設計 操作起來也是相當的簡單 便利 然後前座這兩張座椅 有通風跟加熱的一個功能 以及呢 放膠板也可以加熱 這些呢 都是EV600的一個標準配備 整個中導設計呢 它仍然保有休旅車那樣的 比較實用的一個機能性 我們來看一下 上面這一層 這個叫做天台式的一個中控台 最前方當然就是QI的無線充電座 而且它的充電指示燈呢 它就是用Pixel 這種數位像素來指示 再來我們看一下 右邊有個USB的一個充電插槽 再來往後呢 有兩個自備架 這兩個自備架深而且大 是相當的好用 自備架後面呢 它把前門兩個電動窗的一個開關呢 整合在這邊 然後呢 最主要的 它整合在這邊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 它可以把前門的門式板 薄型化 可以增加整個 橫向空間的一個視覺感覺 再來就是它 整個門板呢 它可以增加它的設計的一個靈活性 那整合在這邊呢 我覺得它操控起來 也沒有說不方便 而且相當的舊手 再往後呢 有一個比較小型的一個收納空間 中央膚頭下面呢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置物空間 那裡面呢 有兩個Type-C的一個充電插槽 在這個天橋式的中控台底下呢 它有一個比較完整 而且大型的長條型的收納空間 而且兩邊的護板呢 它採用也是透明式的喔 呼應的整個門板的下面 都是採用透明式的 而且有 帶有那種比較像素條紋式的一個設計 整個晚上看起來喔 它會透光 所以整個看起來是非常的一個特別 而且呢 整個用起來也非常好用 兩張前座座椅呢 它都可以一件式的一個傾倒 或一件式的櫃位 呈現無重力的一個座椅模式 IONIQ 6的後座空間表現呢 因為你看它車頂的收納 整個比較流線的一個設計 所以像我身高170公分 我坐進來 稍微對頭部有點頂天啦 那再來我們看 西部空間你看 哇 這已經是好幾個拳頭的表現了 而且你看我還可以翹腳 所以呢 在後座的一個 這個西部空間表現的真的是很無敵 非常的寬敞 再來我們看一下整個底板 它整個底板的設計非常的平整 所以整個空間的開闊感 跟實際的一個素質表現反映出來 真的是相當的寬敞 再來我們看一下座椅的材質 第一個 腿靠 腿靠非常的好 再來呢 腰靠呢 支撐性也非常棒 再來整個泡扁的材質設計呢 軟硬適中 所以呢 長途乘坐起來也相當的舒適 再加上 整個電動車非常的安靜 而且呢 Ioniq 6 它在行進間呢 在行動行進間呢 它整個的一個車艙進入性表現得非常好 其實坐在後座的 不管是動態或靜態 乘坐起來 哇 真的都是非常的舒適 後座有兩個空調出風口 下面呢 有兩個Type-C的插座 再往下呢 也有一個小型的收納空間 門板這邊呢 你看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小型的收納空間 跟放手機剛剛好 而且呢 你看它不管是設計啊 用料啊 材質方面 都還是相當的講究 這個真的我覺得是相當的聰明 而且相當的貼心 再來呢 這兩張座椅都有加熱的功能 但是我覺得加熱功能對台灣來講 真的比較不實用 我覺得如果加熱把它換上通風會更好 那中央敷手呢 當然也有兩個自備降 在後座呢 也可以調整呢 前乘客座的椅背啦 椅墊啦 前後移動調整 都可以藉由這三個按鈕來控制 在行李箱空間表現上呢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部EV600後輪驅動呢 它在車頭裡面呢 有45公升的一個容積 那車尾行李箱呢 大概有401公升 那後座椅背也都可以做64分離的放倒 IONIQ 6呢 除了這次在車外的充電座呢 有V2L的功能之外呢 這次他也聽到消費者的心聲喔 在後座呢 它的底下也有一個V2L的一個插座 所以呢你看 很寬敞的後座空間 它可以當成是一個行動辦公室 你可以接你的筆電啊 或是手機等等的平板的一些電源的來源 這個我覺得是相當對消費者來講 相當的貼心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部IONIQ 6 EV600呢 它搭的是一組77.4kWh的離電池組 也就是77.4度電喔 那它有最大馬力225匹 然後最大扭力的35.6公斤米 0到100加速7.4秒 這樣的一個輸出水準呢 我覺得算是中上水準喔 如果你需要它的性能更性能的一個版本呢 它有EV600的Performance 那個大概將近300多匹 那所以這部EV600呢 它強調的是它的長效續航里程 它的續航里程官方數據公布的是730公里 沒錯 因為呢它這代呢 它一個房車 我們說它的優化風阻係數大概0.21 是表現得非常的漂亮喔 所以有這麼出色的風阻係數呢 然後再加上它的77.4度的一個算是一個大電池 所以整個的續航里程來到730公里 那如果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呢 WLTV公布的這個續航里程呢 再打個巴著 就是我們實際日常你可以得到的一個續航里程喔 大概580公里 其實也都相當的優秀 也就是說呢 現在IONIC6到了這個世代呢 它的續航里程呢 其實真的也是表現出來 這算是相當的令人放心喔 你看580公里的一個實際續航里程 確實是相當的出色 IONIC6呢 這部房車我覺得整個動力的輸出表現呢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它整個油門真的非常的線性喔 相當的線性 不管你是用ECO模式 或是Normal或是Sport 它的油門真的都非常的線性 你都可以完全掌握得到 你的油門速度是多少 它速度出來是多少 油門的深淺 你就可以控制速度 而且是相當線性 這一點我覺得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電動車當然有很高的一個競速性喔 那當然我覺得 對於車艙的寧靜度它更要求 如果你車艙寧靜度表現不好 那更加會凸顯放大車艙的一個噪音 那我覺得IONIC6 它在整個車艙的競速性呢 尤其在行駛的動態上 我覺得它這次的車艙競速性做得非常好 其實你看我們行駛在路上 一看出去外面 感覺好像我的畫面是按Mute 按靜音的 那整個不管是公車啦 大卡車啦 機車經過 它會都隔得好像離你很遠 我覺得它的競速性做得真的非常出色 接著我來講一下 IONIC6 這次這個房車它強調的駕駛樂趣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個EV600 採用後輪驅動的一個設定 那後驅特性也不明顯 其實一般你平常在市區開 日常這樣在市區開 其實不明顯 除非你選擇什麼 SPORT模式 你那個油門一下間 你就會感覺到那股動力從後輪往前推 那個就比較明顯 在彎道呢 如果你帶著速度進彎 而且方向盤幅度打多一點 這時候呢 車尾就會有一點想 往外拋的一個感覺 那這時候呢 後驅特性就會出來 然後會隨著你的速度 會隨著你的油門 以及方向盤的角度 來增加車尾的駕駛速度 這時候呢 你就感覺到後驅特性的一個駕駛樂趣就會出來 以目前Ioniq 6的一個編程呢 我覺得駕駛樂趣最高的 應該是在它的EV600 Performance 也就是它有四輪驅動 也就是前後都各有一具電動馬達 而且它這個市區還可以去做設定 你還做 可以設定是我純後驅或是市區 我相信呢 這樣的市區的一個設定呢 可以帶出更好的一個駕駛樂趣來 我相信Ioniq 6的最高駕駛樂趣 會在它的N系列車上 這個N系列其實都在車廠的規劃之中了 所以我覺得Ioniq 6的N系列會令我們非常的期待 我們來看一下 Ioniq 6這部中大型四門房車 它的一個車系編程跟價格單 三個車系編程 然後170到230萬之間 我覺得你在這個價格單呢 是屬於說電動車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一個價格單 雖然Ioniq 6在這個價格單算是競爭比較激烈的 但是你看 以這個200萬上下的這樣的一個定價呢 在這個價格區間裡面 中大型的四門房車式 這樣的電動車是沒有的 所以目前Ioniq 6這樣的一個車格定位 它算是獨特的 而且算是唯一的 而且我覺得它在各方面的表現都相當出色 它不管是在空間啊 動力啊 續航里程 以及呢 整個它在耗能的表現上呢 我覺得它都是算是很出色的 我們可以這樣講啦 如果說Ioniq 6這部中大型四門房車的定位 以及大概170到230萬這樣的一個價格區間 電動車 你要選房車 現在目前它是我一個選擇 再來呢就是 如果以Ioniq 6我覺得它很全民性的一個表現 譬如說在動能 在節能 在空間 以及在舒適性上 以及在豪華配備上 阻備動安全 它都幾乎全部都配好配滿了 以這樣的一個產品實力呢 200萬的電動四門房車 目前呢 我覺得Ioniq 6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PPS Gamos 我們只會發洋 抣enden 暫停